因為林家綺 把從我們以前跟她見面的時候 她上我們節目 然後我跟我姐就一直說 她長得跟我姐好像 有嗎 潘教官妳覺得有嗎 她們兩個有像嗎 潘教官妳知道誰是林家綺 剛剛在床系 我知道 林家綺妳也知道 你也不會再出遊玩 那妳覺得林士林漂亮 還是小孩子漂亮 小孩子漂亮 因為我不喜歡 你們要加油要辛苦 你們真的好辛苦 要懂得保護 你們要懂得保護自己 不然人民會很心疼的 是妳太心疼吧 CAMEROND8和我 哪一位是熱的 妳是熱的 我真的不敢相信 妳連小蘭霧明星 都要逼他們撒謊 不問妳是很過分 那妳下次履歷表 又會多列講說 我比CAMEROND8才要好 因為我只剩要遇到她 也很難吧 妳手上拿的是什麼 是要送給康永哥 然後小S姐 謝謝 然後還有這位 這位小樂果 這位小樂果 對 所以妳是哪位 所以說妳從哪來的 她是最近崛起的廣告明星 我是上海人 妳剛才聽到S在誇張 她上海的事蹟嗎 不會啊 她說街頭有三萬人在圍觀她 很正常 算少人耶 很正常 因為以我的知名度 三萬人應該是非常正常的事吧 很正常啊 所以現在在內地第一名的 最紅的女星是誰啊 小S姐啊 對 所以這個東西怎麼玩啊 我覺得好像了解她喔 妳們這樣真的把節目變得太邪惡了 不要...不要這麼鼓勵大家拍馬屁喔 好 無論如何成功了 恭喜妳還有一位 恭喜S姐 我看到我真的有一種 不能呼吸的感覺 很多人都會這樣子 對 妳很美 沒關係 放輕鬆 可以... 怎麼辦 她好像比較會纏妹耶 對啊 剛剛其他的選手沒有這樣纏妹 你們前面兩位自己好好翻新... 可以講一下那個 桃子跟S的比較嗎 都很正 桃子的正的點是 小S姐的身材非常好 以及完全看不出來是兩個孩子的媽 但是又有親和的感覺 桃子的話是 桃子姐的話像那個媽媽一樣 會照顧我們 不是... 她非常的好啊 都會照顧 下一次看到嗎 吵枕 請坐 因為到底不知道主持人要問什麼 然後被問的時候 那個心裡的感覺是什麼 恐懼 就你很怕你現在不講 你沒有恐懼啊 我們亂問你都沒有恐懼啊 恐懼啊 你恐懼我們問你什麼問題 都恐懼啊 因為你是最常被我們問 可怕的問題的人耶 而且你們問我問題我怎麼回答 其實都會不對 你懂的意思嗎 我不懂啊 不懂 你為什麼懂你的意思啊 沒關係 所以你最怕我們問你什麼 傅星翰的事還是說 叫你選我跟康永哥 誰比較有權威感 應該是類似這種 就是要二選一的 要比較 怎麼講 那你覺得我跟以前差很多嗎 你跟以前 其實我是覺得說 S姐 你好像都... 都沒有卸過妝的感覺 你是說連化妝都不好看是不是 不是...就是感覺... 很浪費 不是 他要拍馬屁 拍不住 你要拍馬屁可不可以講直接一點 對 就是說你看起來 好像沒有化妝 因為我一直在研究的時候 為什麼我每次化妝 看起來就會妝感很重 我就先看妳翻譯一下好了 他就是要說 許醫弟看起來任何時刻 都容光煥發亮麗的藥物 就像這個意思嗎 我康永哥懂我 真的康永哥很懂我 你這句話都講不好說 所以我很恐懼 所以我在那邊不是恐懼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很淒涼 我的Key越來越低 真的有耶 因為我剛才聽妳的 我想當初我也曾經 就是演藝圈最年輕的藝人 然後現在就紛紛看到 那些七年級生就出來了 然後你看他們外型 也是真的滿俏皮的 對啊 皮膚再怎麼樣 就是比六年級生 要更嫩一點 會有嗎 你們自己平常常講 我的皮膚應該不輸七年級生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跟老闆這樣比啊 沒有 他們三個你想說 我們今天到底來幹嘛 因為我們不能把小孩子 跟網友這樣來比 因為神跟人是不能比的 小孩子也信了吧 好啦 電話號碼給你了 可是彩華姐的問題是 她那個土味很重 對 這種話你也是 真的敢直接講 就很直啊 那OK 我喜歡那種直的個性啊 土味 我是道道地地的 台灣土雞啊 是 對 你就會感覺我是很... 我們今天有要把妳改成 比較不...比較陽味嗎 對...我喜歡小孩子那種感覺 就是很有質感的 她哪有質感 沒有 誰跟你說沒有了 她是我的偶像耶 我希望我以後可以 真的就是像小孩子 這麼的有這個 層級就開始一直不一樣了 其實彩華姐也很漂亮啦 真的 然後就是有網路交友 然後就看到一個女生 超正 超漂亮 就像小孩子這樣 然後有那種回眸一下 好啦 她其實沒那麼笨啦 沒有啦 沒那麼笨 沒有 你講這樣會笨 然後因為... 今天處罰是把裙子撩起來 蒙住頭 反正你遮住臉 大家都不知道是女生內褲啊 而且現在發出 好奇怪的聲音喔 站起來 她看到內褲了喔 人家還在愛她的女人 妳們怎麼好像就是這樣 她這樣... 抱歉 抱歉 我完全還愛Selina 對 你這樣要如何追到Selina 所以你還在追Selina嗎 你有繼續跟她聯絡嗎 比較少聯絡 為什麼不繼續追 沒有 因為就過年 傳一次簡訊而已啊 說什麼 就這樣嗎 真的 沒有祝福一些 比較特殊的東西嗎 類似 妳說可以試試順行 類似 妳起碼要講一些甜言蜜 比方說很想念妳什麼這些吧 或者康熙沒有妳 就失色很多啊這種話 其實也不會啦 不會失色很多 因為S姐很...對不對 很厲害 覺得好像... 我還正想攻擊她 我還正想攻擊她 笑話的咧 但以你就是 已經有女性的觀念在腦海中了 你覺得我跟戴金竹 在你眼中算是漂亮的女生嗎 算啊 算 我有到正嗎 其實我還是會喜歡女生啊 其實想要問妳跟戴金竹 誰比較漂亮 剛才我說我老她要殺我 我再不說她漂亮的話 所以證明妳也很假 沒有 妳真的很漂亮 好 然後我們那群姐妹都一直說 洪小蕾那個很漂亮 然後都會說她笑起來 很像張曼玉 真的嗎 有人說過嗎 沒有 真的嗎 然後那陣子... 是滿像的 對 那陣子我在家照鏡子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自己笑起來 滿像她的 真的嗎 對 可是後來發現 就清醒之後發現不像 沒有 小蕾子比我漂亮 沒有... 妳比較高 重點 不是 其實李遙大哥他雖然說 我們看他兩個盤都看喔 就是他的 金牛座的盤也看 母羊座的盤也看 妳幫他畫了命盤 對... 真的喔 那如果說是母羊座這個盤的話 他的金星就在金牛 所以其實他應該會喜歡 小蕾子這一型的 我也在他們之中對不對 對...妳應該 他會優先選擇 是像小蕾子這樣的 比較談得來的 然後又性感 這不公平 因為另外三個還沒有開始跟妳 你們現在也不需要巴結我 因為他如果要夠妳還是會夠 那妳看到其他女明星拍的雜誌 妳會不會想說醜還是美 會 會想好看不好看 妳心裡應該也有名單吧 就是誰拍平面是最好看的 我覺得妳拍得也滿好看的 這是真的 我發自內心的 妳有在注意我的照片 妳要嗎 我可以幫妳... 我可以寫幾張給妳的那個 妳不會要簽名給他嗎 穿衣服的哲學 套具那個西方明哲的一句話 就是Less is more 少就是多 不然妳講一個人 一個女心 是妳覺得時尚的代表 時尚的代表 我覺得妳就是啊 真的 我是真心的 不是說... 我覺得你很幸運選到他 不是 你怎麼那麼有距離 對 好 我們從後面男生開始 好 男生先來吧 又是盧巴仲 小孩子 妳可以出專輯嗎 你... 一直等很久 你是在巴結我嗎 沒有 我從那個2002應該是 變態少女對不對 我們自己的創作專輯 對 來 給我一個人 真的是 愛你愛東西 You man 搖滾 我不...我不接 妳自己想辦法 我不接 愛不可能持久 尤其當一個人 懷疑自己的情侶 本來... 你抓狂啊 妳 身材的雙手 謝謝 好感人喔 我知道沒破掉了 這個... 這個道歉我媽... 你幹嘛這樣專可憐 你這樣罵還欺負你耶 什麼... 幹嘛都是我是壞人是不是 都是我是壞人是不是 都是我是壞人是不是 妳很漂亮啦 你很漂亮 我媽在叫妳S 什麼S S姐妳很漂亮 這個道歉我媽媽應該會打動 我們的來賓吧 我為什麼那時候很驚人啊 而且那時候在學校超紅的耶 大S那時候是女神 對 大S 小S是現在的女神 我當時是什麼 當初是青春亮麗可人的小女孩 對啊 所以你有在喜歡我嗎 有啊 很正啊 Yeah 謝謝 應該 應該 第一次來到康熙來了 以往都是在電視上 以往都是在網路上看 看節目 這次真的買到這兒 剛才突然之間有一個恍惚 就是我還在電腦屏幕裡面 看你們兩個人 可是我本人應該跟電腦上面 呈現的樣子差不多吧 漂亮多了 真的 你以後可以常來好不好 那個位子永遠保留給你 你有去過他們餐廳啊 我常常去 可是你沒見過他 好像沒有見過 因為你都在廚房裡對不對 應該是沒有注意到啦 因為我們是開放式廚房 所以S去的時候 如果抬頭看廚房 是看得到你們的 看得到 然後你們都在偷看他嗎 當然 所以我 你那天看到我的時候 我是怎麼樣 漂亮漂亮 這樣話 這個不錯吧 所以是打算要往演藝圈發展嗎 有這個想法 你給自己80分 那你覺得林志玲幾分 90分吧 林志玲90分 90分 沒有 因為S姐姐更漂亮 所以我的分數超越林志玲 一定超越啊 就以為Erica整個隔壁跳舞啊